我們日出發發展 在越高越水平的位置透過水平面跟杯子側面觀看水中的圓棒渠 請問圓棒渠像蛇斷出氣也不均勻 請問讓你覺得哪個答案是正確的 這裡已經考古幾次做過 你覺得哪個答案是正確的 為什麼 感覺是這樣 好 我有帶我杯子來了 我這邊借一支筆好了 可以嗎 然後借一支筆然後放進去 好 請問一下你看到答案是剛剛這個答案嗎 是嗎 是 這個A的答案嗎 你們看一下吧 人家看得到吧 來我照看 我們要看什麼 太好了 注意一下 我不希望你看到這個題目答案 你立刻就回答是A 其實這個題目是有選擇的 不同的位置看到答案一樣嗎 其實老師剛剛在這邊是故意的 這個題目其實是要你從哪邊看 哈囉 人眼由杯外越高於水面的位置是不是 好 其實應該是 等一下我會給你傳 其實你應該這樣看 注意喔 從正上方看答案又一樣一樣嗎 正上方看的答案跟我現在從側面 注意喔 它是要從杯外 然後越高於 所以你會看到兩個下 一個是透過這邊圓柱的下 另外一個是水面在這邊 會有個折射的下在這邊 這個要傳其實是還蠻容易的 你可以稍微看看一下 所以其實如果問的問題 正要問的話大家就要小心 好 這是一個 好 再來的話 我剛剛已經看到有人有水杯 好像還不錯 來 這個水杯是非常的好 欸 不好 對不起 我不知道應該有沒有更聰明一點 那你還蠻痛苦的 好 我有一臉被小便利 好 沒關係 好 來 看看一下 請問看得到我嗎 欸 大家看得到我 欸 我是正義還是導力 正義 我是正義 左右有沒有想法 看不出來 來 我左右有沒有想法 來 我舉右手 看不到我手 看不到我手 是相反的 是相反的 可是他是相反 舉一下左右呢 是相反的 看到沒有 有 好 我正義老力 左右呢 好啦好啦 慢慢來好不好 你可以排一下 這邊有沒有看到 有 然後左右呢 你會換一個姿勢 不會把我踢得賽來 好 怎麼樣有沒有看到 看不到我嗎 好 來 正義老力 來 好 正義老力 好 正義老力 左右呢 是不是 好 但是 所以注意一下 這個是水平 我們剛剛看圈包 其實你回家 就是每個人都研究看看 再來 你如果去回家看看 有一些類似 看一下齁 類似那種什麼 好 例如說高粱酒啦 還是一些酒品 還是一些油品之類的 他們常常在這個瓶子的 後面會貼當紙 是一些說明書 對不對 來接一些說明書 我們現在等一下 來請看看 看到這個說明書沒有 裡面的字 正義老力 左右 有沒有想法 欸 你們剛剛看我有沒有想法 他告訴我現在沒有想法 應該看得很清楚 好 放大縮小 放大 來確定一下 看一下 上下 左右 哪一個一樣 都 你說上下也放大 左右也放大 這個字 這個字放的跟原來是 只是整個整體一起放大 嗯 好 你們要不要確認一下 你們自己確認一下 好不好 來這個水杯可以介紹一下 你們等一下 好 這個水杯傳的時候 你拿自己的 字體 不用我這邊傳紙 你要嗎 不用齁 自己有紙 好 稍微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來這個水杯後面的字 或者你回家 拿你家裡看有牛啊 我記得上面都有牛皮 牛皮那個字 看一下左右上下 到底放大還是怎麼樣 沒有 好 來 讓我看一下 好 這些都是 好 感激 來 這些其實回家都可以處理的 然後 老師之前有拍了一個 這個 其實這個就是 你剛剛要你回家 剛剛在你傳的 有沒有 來 筷子 其實我這張照片就是從 背外略高於水面 所以來 這裡有一個像 這裡是不是有什麼樣子 好 結果呢 去年有一個 你們的學姐啊 非常的可愛 然後 一樣 老師就在那裡找 找大家的水瓶 結果你知道嗎 他的水瓶有多可愛呢 來他的水瓶是這樣的 欸 怎樣 欸 這個水瓶 他放了一個吸管 吸管變成TNA了 好像有 你知道齁 來 再看清楚一下 有沒有注意到 怎麼會知道 有一些比較乖 有一些是比較細 為什麼 你看他可以猜得出來 他的水瓶可能是怎麼樣子 有毛 有毛 是不是 好 那其實呢 可以變成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有樣子 但是有各式各樣的 我本來跟他講說 你射馬 你看他後來照片 有沒有寄給我 我忘記了 我說欸 這個看起來不錯 如果像DNA了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去做一個雙螺旋 然後來說 看有沒有辦法利用兩根吸管 有沒有製造一個雙螺旋 來看看一下 好 再來 我們再給大家看看 這張照片不是我拍的 是網路照片找的 這是高腳杯 看起來非常漂亮 對不對 啊 可是還蠻容易 當然喔 第一個 請問勝利導力 左右 欸 哎 我想像 相反喔 欸 你們剛看我 正利導力 這什麼導力 你們剛看我左右相反 OK 哪裡比較 沒有錯 先看一下 因為什麼樹葉在這邊 樹葉是在這邊 所以左右相反 然後這邊藍的 黃的 藍的黃的 所以真的說髒 唉 我剛剛用水杯給你們看的時候 OK啊 哪裡不一樣 距離 是嗎 是嗎 跟什麼 光嗎 光源 所以我是一個不好的光源 怎樣 思考一下 來這個是高腳杯 我剛剛給你傳的是水瓶 好 研究一下 好 我先不去提這邊 慢慢想 怎樣 好 請同學看177頁 你看這張照片你看 又不一樣 這是從哪邊照的 這是從哪邊照的 上吧 是不是 來 從上到本 好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跟我們 跟我們這邊有相關的 像這種什麼吸管看起來像 鑽子兩節啦 彩虹啦 星光的閃爍等等 其實都跟折射有關 然後如果生活上面應用 眼鏡啊 相機啊 顯微鏡啊 望遠鏡 這些也通通用很多很多應用 所以就來講 反射折射其實是 就是跟我們生活非常密切相關 那這也是學者有時候會比較希望考的 他希望說 對我們生活來講 有一些影響的人 你能夠執照 好 那折射定律 我在郭東說 有跟大家講過 他因為他牽涉到的是陣線 陣線角度的關係 所以他比反射定律 晚很久很久 是不是才被提出來 那光的折射定律 提出來就是 斯乃爾定律 來 英文就斯乃爾 不是瓜牛 斯乃爾 而且這斯乃爾 我覺得聽起來也很奇怪 聽起來也叫什麼美乃滋啊 以前我們的翻譯叫斯乃爾 聽起來也叫外國人的名字 那這裡叫斯乃爾定律 那斯乃爾定律 之前有提過 來 所以我們很快看 來 第一件事情 先跟大家介紹很快話過去 好 所謂折射線下 就是光從一種介質 進入另外一種介質時 因為光速不一樣 會產生行徑方向發生 改變現象 就叫折射 折射 這邊是OK啦 所以我們就快比較過去 好 再來 好 再來 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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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折射定律是什麼呢 來 折射定律是1621年 荷蘭人 斯乃爾 他透過實驗發現證 那光在折射時 會遵守折射定律 或者就叫什麼用不懂 所以第二個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 折射定律 折射定律的第一條 這個都OK 入射線 折射線 和法線在同一平面上 而且入射線 折射線在法線的兩側 好 第二個 我們在波動中有補充過 就是他入射角的正弦 跟折射角的正弦 他的比值是一個定值 比值 所以這個N其實要強調 他是一個常數 我覺得應該要強調的N是一個常數 他其實下面有寫好N是一個常數 他跟你是什麼戒指有關 戒指有關 好 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先來看看一下 這時候你就應該知道 光如果說從空氣到水裡面 或者玻璃到水裡面 或者光從什麼水到玻璃 反正有各式各樣 那你如果今天很想要比較 比較不同的東西 他們折射現象 如果你想要比較之後 這時候大家應該怎樣 譬如說我用同樣的入射的戒指 入射戒指如果都一樣 譬如說一樣 從哪裡入射到水 從哪裡入射到玻璃 從哪裡入射到譬如說 甘油 酒精之類的 讓他們是常常比較 所以我們要比較 他們之間折射現象的時候 我們要先規定 他們從哪裡入射 那我們在那邊非常簡單 我們就是比較他們從真空入射 所以如果今天 你這個入射是從真空入射的時候 真空入射 到任意一個戒指的時候 一樣會是一個常數 那個常數我們就叫做 是這個物質的折射率 我們剛剛有聽到折射率 本來不同的 比如說你從A到B啦 或者是說從C到B 或者是D到B 本來通通都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去定義 所以第三個我們來研究一下 來我們來定義 來什麼叫做折射率 光從真空 注意喔 來大家去全部從真空 傳播進入戒指的時候 那麼這個 這所有sine theta 一 這是空氣的 注意sine theta 戒指的 好就是這個戒指的折射率 比較嚴謹的講法 叫做絕對折射率 那就暗示還有效對折射率 那絕對折射率 我們平常就是簡稱折射率 大家都一樣從真空 那按照這種定義 都會非常的簡單 你們告訴我 來從真空到真空 不光會不會偏側 所以折射率都倒 從真空到真空不會偏側 折射率都倒 1嘛 不要告訴我0 角度一樣 哪一角度一樣 所以是不是就1 所以來第一個 來這邊 第一個 真空的折射率 大不然是1 好第二個 你大概很容易可以猜出來 光從真空到空氣 偏側的動作 他動作 還動作 不多 不多應該非常的接近了吧 1 那告訴我 應該比1大 還比1小 真空進入空氣 一定變 你們知道空的真空的速度最大 所以從真空進入任何界值 是不是就是一定變小 那一定變小2 角度是可以一定變小 好這邊暗示你 你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折射率一定比 你是比1 3 比1 所以你做哪一邊算出來 你的折射率算出來 0.8 0.9 你就要有概念有數算錯 當然只是絕對折射率 好 好 那剛剛跟大家講 來空氣的 那下一行 空氣的折射率是1.00029 其實非常接近1 這個誤差要到萬分位 是不是才會出現誤差 所以 因為我們平常 根本很難真的拿一個真空來做實驗 所以我們大部分在高中這邊 我們想要講說 真的折射率是真空到界值 我跟你講 勉勉強強講能從空氣到界值來都可以呢 OK 因為我做實驗 我不可能拿一個什麼真空 而且這個誤差到萬分位 老師真的在做實驗之後 等一下 那誤差其他的來源比這個多太多 好 再來 來 再一般這就是剛剛講的 來 一般的實驗室裡面 一般實驗室 折射率結射就是直接由空氣進入界值 空氣進入界值 所以我來就是定義為他的折射率 接下來我們看看幾個重要的 一般物質的折射率 OK嗎 好請同學看表格四之一 我先問你們 一般物質的折射率 這邊有一個表格 譬如說他講的說是水的折射率 我先問一下 你們覺得不同的水溫的折射率會不會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再來 你覺得洪方南波 在這水裡面的折射率會不會一樣 太重要 當然不一樣 不同色光的那個折射率不一樣 才造成就什麼來講 蛤 色散 是散 色 是色 好了 是不是色散 所以這個表格是跟什麼 這個表格是怎麼來的呢 請同學看下面這邊 來這個表格下面註結 這個表格數據是一大氣壓 溫度大概在0度到20度 來用什麼光 用黃光 589奈米的黃色納光得到 其他的色光差一點點 來差一點點 好那有幾個數據 我請同學有一點概念 好第一個是空氣 當然要知道 1.00029 第二個就是你今天的回家作業 答案在這邊 那我們的實驗做得好不好 今天回家就知道了 來你可以算一下股差 來這個一般低一點333 我們再計算有時候為了方便 常用三分之四 好再來是這幾個參考一下 來再來是幾個玻璃 一般來講玻璃的摺色率 差不多就在二分之三 好再來是鑽石 鑽石在這個表裡面最大 是2.41 來一路看一下來 有沒有發現所有摺色率都比1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 好我要讓你再更對摺色率 還有那個計算給我一點概念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 來摺色率是 sine c1 除以sine c5 對不對 好我們剛剛跟大家講 水的摺色率 從水裡想到多少 1.333 好1.333 來玻璃呢 1.5 1.5左右 好那鑽石呢 來鑽石 大概在多少 2.419 好我用2.42 來算比較好方便計算 那如果我今天入射角 好我用一個特殊角度 5.43度 5.43度比較好算 所以來同學告訴我 來算以sine c1萬 就多少 3.5在多少 2 5分之4 4 是不是差不多0.8 好0.8 我要做什麼 我要找出 在副桶的這邊 這邊 這邊 來他們c2分別是多少 c2分別是多少 好所以我們來看看一下 來根據這邊 n就等於 好算以sine c1萬 是0.8 一樣的入射角 然後在這邊算sine c2 所以你要sine c2的計算 就是0.8除以n 對不對 好 注意看我們怎麼做 來把計算計案出來 第一個算水 0.8除以n 所以來這邊 0.8除以n n1.333 好這個 0.6 0.6 是不是剛好就sine c2 是不是0.6 太好了 0.6剛好不用 不用計算大家都會 0.6是幾度 0.7 0.7 這麼剛好呢 來這邊sine c2 好玻璃應該就沒那麼剛好 再把計算機拿出來 來0.8 sine除以玻璃1.5 對不對 好1.5來是多少呢 0.53 sine c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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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 truly sine cost sine 那法盡曬 這一 poet he sine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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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 c5 sine c2 sine c1 所以對我來講0.8再除以2.42 是0.33 我要用反運算來inverse 來算 來多少記錄 來加油 這邊就倒數 折射率的一個意義 當我今天的折射率越來越大 他的折射角會越來越小 暗示光偏的越多還越少 越多 我原來從53度嘛 53度然後我現在偏到持久度 是不是就偏很多 所以折射率的定義就告訴我 當我今天折射率越大 我的光會偏越多 好這個在哪裡呢 在最後一段 176頁 一般來講折射率越大 折射角會越小 折射角小其實是暗示偏折程度大 偏折程度大 所以折射率的值基本上可以表示光折射方向的偏折程度 好那我們現在來探討一個版例177頁 這個其實我們也都可以直接來運作 然後說我現在有個正地方體容器 沒有注入液體的時候 一束雷射光沿著正方形結面的對角線方向 由A點射向C點 來注意喔 沒有注入液體的時候來是直接這樣 好來A 來從這邊A來直接射到C 好現在開始在容器裡面注入深10公分的某液體 說然後發現雷射光點從C往右偏偏偏偏偏偏偏的4.65到1 好是這種樣子 那請問一下這個折射率是多少 所以來現在是偏到正方 所以就是偏到這地方 那這時候你從正的地方畫髮線 所以我們來看他要你求折射率 折射率的第幾根就是Sine If1 除以什麼 是Sine If1 好 我們來看看一下 來 上以西拉萬 這個上以西拉萬 各位告訴我 來 上以西拉萬 來 上以西拉萬 來照 陸畫下來 是不是剛好就是這個角度 這邊10公分 還這一段 你剛好10公分追幾度 所以來 上以西拉萬 又是4 上以西拉萬就是45 所以你麻煩的是西拉萬 那這個大家就知道他怎麼做就對了 他的西拉萬其實是要畫這三角 大家不用知道西拉萬幾度 我們需要知道這個 所以來這一段 10公分 這一段多少呢 它原來 10公分可以4.65 所以來這一段多少 5.31 所以 sin θ2在這邊 這邊就是斜邊分支這個 對邊 所以來就是5.35 好 斜邊多少 斜邊就是10的平方100 再加上5.35的平方 那個計算 跑不好計算 那是另外一回事 請問大家計算有沒有問題 那這邊被得色率 我希望大家有一些概念 是